金志文报名《好声音》三次悲剧 最后被节目组请上舞台 2012年 在幕后打拼十年的金志文为了登台唱歌 又有又报名参加《中国好声音》 之前已经两次未果 第三次节目组选他明年再战 说今年的参赛选手早已满园 没法再帮你佳人 上杆子不是买卖 凌晨三点半 心灰意冷又窩火的小文 接到栏目组电话 说是早新订好的学员选字弃全 节目组想起一直想参赛的金志文 想把他递捕进来 这不就是出状况了 找人江湖救急 正式录制当天 金志文身穿情侣款横条纹T恤 眼带黑矿眼镜 放人堆里毫不起眼的他 一首为爱痴狂 唱到平轩T四流 引得四位导师相继转身 那应说他超越刘若英 杨昆子的长功卓越 是自己的偶像 而像你说过 那有人最爱我 节目播出后 金志文一战成名 全网都在把这匹黑马 有什么背景 之后才恍然发觉 原来金志文 其实是乐大脑炮 2022年起 金志文被一脚迈进 音乐创作行李 更年又在牛鼓励下 背着吉他走上 北条这条路 为了生存 大千约恩斯成为一名职业冰取人 花三年时间 编了两百多首歌 其中只有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 李一峰的整张转挤摩天轮 以及他自己那首 红遍大街小巷的左眼皮跳跳 金志文的歌火了 但金志文这个人 却一日不火 好在这颗马王堆的金子 终于出头了